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失踪案 资深蒂礼老师在深山中离奇消失 3000名搜救人员找了整整14年 却只找到了这张错漏百出的字条 更恐怖的是 竟然意外发现了十几句不明身份的事故 层层迷雾之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2008年9月30号凌晨 61岁的蒂礼老师任铁生 独自离开家 去妙峰山探险 妙峰山海拔高耸入云 山峰背后是一片了无人烟的山林 这些神秘的色彩深深吸引着任铁生 任铁生一直都有爬山探险的爱好 几十年里从未出现过意外 对于这次登山 他的家人也没有过多担心 出发前他装满了食物和水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他告诉妻子 当天晚上就会返回 简单告别过后 便踏上前往渺峰山的路 可是到了夜晚的时候 任铁生并没有像妻子约定的那样 按时回到家中 等待的妻子虽然心生疑惑 但暂时也没有多想 万一是遇到什么情况 晚回来一会儿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一直到第二天上午 妻子都没等到任铁生回家 电话拨过去 竟然显示关机状态 这个时候妻子有些慌了 他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 并与绿野救援队取得联系 任铁生失踪的消息传出后 吕友群陆陆续续 有人加入到搜救队中参与寻找 可是虽然得知他去了妙峰山 但没有人知道 任铁生具体的登山路线 没有搜寻方向的话 无疑就是大海捞针 第一天 搜救队在妙峰山找了一整天 但却是一无所获 连个鬼影子都没瞧见 如果再这么漫无目的地找下去 任铁生指挥力危险更进一步 为此专业人员就通过手机定位 大致还原了任铁生 生前的形成轨迹 根据记录显示 任铁生第一次通话 是在早上七点左右 他给身在外地的弟弟 打了一通电话 弟弟向警方反应 通话的时候 任铁生的情绪很正常 声音也铿锵有力 这说明此时的任铁生 还是安全的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 任铁生接到了一位牌友的电话 两人寒暄了一阵子 并未发觉异常 任铁生告诉对方 说自己已经完成了登山任务 正准备下山回家 一个小时后 任铁生的手机信号 最后出现在禅房村附近 禅房村附近山林茂密 没有开辟的路线 如果真的进去了 迷路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搜救队就锁定在禅房村 寻找了一天一夜 但很遗憾 还是一无所获 为了寻求更多的帮助 任铁生的妻子就把丈夫失踪的消息 发到了网上 希望有人能提供线索 一时之间 这件事就在网上炸开了锅 为了找到这位好老师 全国各地的旅友汇聚过来 大家组织在一起 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 大家把各个版本的地图拆分 展开了拉网式的排场 争取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10月4号这天 搜救队在禅房村附近 发现了任铁生的邪音 根据邪尖的朝向 大家推测 他应该是朝着张家山的方向去了 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失踪案 资深地理老师 在北京郊区一座山林中 离其消失 警方介入后 竟然只找到了一张 错漏百出的字条 这张字条背后 已有何印清 此时距离任铁生失踪 已经过去了两天 警方大致判断 任铁生进入张家山 可张家山的路非常崎岖 已经有很多年 无人踏足了 任铁生既然是要回家 为何要进入这张家山呢 搜救队来不及过多思考 当务之际 就是赶紧确定 任铁生的下落 在当地居民的带领下 工作人员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 克服了重重困难后 终于走进了张家山 找了三天后 除了茂密的树林和昆虫 搜救队未发现任何人类 生存过的痕迹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关键性线索 不出水面 苗峰山一个卖核桃的小贩 向警方表示 在9月30号那天 他见过任铁生 当时任铁生在跟他打探 哪里的山核桃最多 小贩告诉他 铁图山的最多 在得到小贩肯定后 任铁生就顺着铁图山的方向 离开了 得到这条重要线索后 警方才意识到 这几天 他们可能真的搞错了 搜救方向 接下来确定目标后 几队人马汇集在铁图山附近 分成了好几个小组 朝着铁图山建发 最后 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 任铁生留下来的痕迹 这是一些旧报纸碎片 经过辨认后 确认这张报纸 就是任铁生从家 带走的那一集 北京青年报 一直以来 任铁生都有带报纸 挂在树上 当路标的习惯 以便在迷路的时候 辨认方向 接下来 大家就顺着报纸碎片 一直登上了顶峰 这说明 从山下到顶峰的过程中 任铁生都是没有 发生意外的 可是 既然他能顺利上去 那为何会在下山的时候 失踪呢 在当大家疑惑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纸条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上面写着 退休教师任铁生 在铁图山迷路 十二点以后 向十字道尊一动 以备万一 留此条 爱给所过的一切人 这张纸条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毛病 但仔细看的话 却大有端倪 原本落款日记 写的是九月三十号 却又被划掉 重新写了十月一 其次 这个以备万一 是什么意思 难道当时的他 已经预测到 自己处在危险之中了吗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 最后一句话 爱给所过的一切人 这句话不仅读不通 而且还十分诡异 像是在被挟持的情况下 缩写的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 眼下先找到失踪者 才是当务之急 最后 警方就沿着纸条上的 十字道尊一动 可接下来 警方居然在山上 发现了一具白骨 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失踪案 资深地理老师 在深山中离奇消失 三千名搜救队员 找了十四年 竟意外发现了十几具 不明身份的事故 距离任铁声 失踪一个月后 警方意外在一处悬崖边 发现了一具白骨 警方赶紧将白骨送去鉴定 鉴定结果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这是一具 年轻女孩的骸骨 这个发现 让所有人都绷进了神经 旧案未破 又添新案 失踪了好几天的任铁声 究竟身在何处 白骨所在的位置 是一座悬崖 不仅杂草丛生 没有水 更没有食物来源 一旦滴落 那必定是 现象丛生 为了尽快找到 人铁声的踪迹 搜救队 一直搜到晚上 还在开凳老座 可急下 让人后背花凉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 在悬崖的另一侧 工作人员又发现了一具 上了年头的白骨 经过鉴定 这具白骨 跟前面发现的那具 都属于坠崖而亡 死亡时间 已经有两年了 接二连三出现的白骨 让工作人员 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就当所有人的希望 被浇灭时 一通神秘电话打来 让众人再次 燃起了希望 10月16号当天 也就是任铁声 失踪的第16天 警方接到了 这样一条线索 此人称 曾在善念中 看到过 任铁声 和一名猎人交谈过 可当警方追问的时候 这个人 就挂断了电话 虽然无法确定真实性 警方抱着 不错了任何线索的心理 直接带人 赶到了山后的小村庄 这个村庄里 有一户人家 常年以打猎为生 但奇怪的是 当警方赶到时 这户人家 却大门紧闭 屋外还围着 十几个捕猎王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询问 附近的村民 村民表示 这家猎人 9月底 曾上过一次山 大概在4号当天出门 但是从这以后 就再也没回来 如此蹊跷的情况 不得不让人生意 但没有实际证据 任何猜测 都只是空口无凭 猎人一直都没有出现 调查 也就中断了 猎人线索丢失 警方还在继续着 对任铁声的搜寻 这时候的警员 已经出动了上千人 直到10月19号当天 一名搜救人员 不小心失足 差点掉下了悬崖 幸好被眼疾手快的队友 给救了下来 虽然保住了命 却患上了脊椎 错为骨折 发生这次事故后 警方不得不考虑 撤掉大批人员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任铁声很大概率 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任铁声的妻子 始终都在坚持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10月7号当天 红十字会 打算招募一批 具有野外生存能力的志愿者 近山寻找 同时还说出这样一句话 任老师失踪 已经有一个月了 但我们还是不甘心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消息发布之后 招募电话几乎都要被打爆了 全国各地的旅友 都想参与进来 寻找任老师 但同样 还是很遗憾 所有人都是空手而归 不过 大家的信念 还是没有中断 搜寻活动 一直都在 陆陆续续地进行着 直到2014年8月 两名志愿者 居然在铁托山的一个山洞中 发现了十几具白骨 但经过鉴定 这里面并没有 任铁生 两年后 铁托山的另一个山洞中 又发现了两具白骨 其中一个 已经是抗战时期的了 另外一个 虽然是现代的 但经过鉴定后发现 并不是任铁生 一直到2022年的今天 还是没能发现 任铁生的 蛛丝马迹 但在这起案件中 有一个十分可疑的疑点 在任铁生失踪的第七天 他的手机曾在北京西站附近 开过一次机 这一点 让所有人感到 后背发亮 因为这意味着 任铁生极有可能遇汗 而拿他手机的人 就是凶手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而已 那么 关于这起案件 你有何看法呢